中文字幕 字幕 李宗盛 现在已经凌晨三点半了 你知道吗 我的天啊 从小到大我很在意别人的看法 因为我的皮肤比较黑 哇 黑得不像华人 而且孔也比较大 我很爱面子 就算被冒生人嫌弃我也在意 怎么去不在乎 来你去讲两句 去开跑一下 啊总之 活得开心活得自在 不用你那人讲什么啦 因为人本来就是一个独立的个体 HAPPY 欢喜一点 我喜欢黑黑的女生 为什么最近你们这群YouTuber好像少了 比我们合房生 因为大勇在Saraway他过来的时候 机票很贵过 他最近也不得共谁还没有过来 这些全都是空间很红的 当然啦 平常随请客最多 我们都是各自出各自的 因为我们都没有很有钱 三丁最有钱 三丁最有钱 这还是没请客啦 YouTuber的恋情长久吗 诶 说话来看 我也是不懂啦 这个问题就给你了 我们两个是Fast Dance 这两个是Creative Dance 你的Walk label是谁呀 那所以给大家看一下 Susan PATSE 现在目前最久的应该是 杨宝贝贝贡献的 所以他们应该先 大家想想想想想 你们的秘诀是什么 感情可以这样久一个字 认 我们 为什么 没有 重点是我们在一起的时候 不是YouTuber 好 有事就吵 直接吵就没有事 全部人当中你觉得谁最傻逼 1 2 3 没有我们 5票 5票 最傻逼 这个比较认真一点你们认为这行有压力吗 你们未来有什么打算 不如我们一个一个讲好不好 心灵鸡汤分享会来 你觉得这一行有什么压力 其实没有什么进来这一行 但是因为他哥哥 过麦 有自己的YouTube Channel 你们可以认为他叫肯肯 他有影片在那边 其实讲压力有少少 因为我会怕好像走不远 所以肯肯现在在做苦工 然后可能有一天他成功后 我也可以就是一起做那个苦工 我做包 做多久就做多久 做不了就教钢琴吧 弹钢琴很厉害了 弹钢琴差一点点 这个也要补格 他讲你弹钢琴很厉害 弹钢琴差一点点 像你差一点点咯 像你差一点点咯 我师傅教他我 做影片是要靠兴趣 所以兴趣很重要 只要兴趣有带就会弹 好 孙童 觉得每一行都会有每一行的压力 那如果你要持续的做一件事情 就是你要真的很喜欢那个东西 那你辛苦你也会爽啊 所以我们拍的东西就是拍自己喜欢的东西 没有规定说一定要拍这个还是拍那个 如果童童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拍想拍的东西 就跟想要拍的人一起拍的样子 那你要不要不想拍东西的人一起拍东西 哦 拜拜 所以来扣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这个头头一样的 嗯 购卖黑了 没有压力继续拍更多影片 努力去找女朋友 找女主角 女主角有很多啊 女朋友没有 你人生的女主角 哦 人生的女主角 对对对对 可能是男主角啊 哈哈 我觉得未来不是用嘴巴讲的 我做给你看 嗯 哇哦 我常常有个素生分手是要缘上 分手为什么会分这样多个原因咩 因为他进来啊 成熙了 因为他进来过后还要你跟素生分手了 算 我来问这个问题啦 如果有一天Denis给坏人抓走了啦 然后我们这里的人要揪好的话 就要跟其中一个Youtuber kiss 你会跟谁 kiss 哦 我的天啊 同学跟同同学揪好了 你这样容易的事 每个人都要被爱歌 就是选一个对象 我会kiss杨宝贝啊 哈哈哈哈 为什么呢 我的天啊 我的天啊 喂 你看到坦坦了 我的天啊 我的天啊 他要亲你的女朋友 没有 因为Kunny坐我旁边 过我又不想kiss男的 这样你讲完kiss我也要 我要选 你不要救我 你也要选一个男生 常有啦 三个常 三个一起 有吵架过吗 所以有很重的是什么事情 昨天晚上是有打架啦 昨天晚上 我的手机昨天给常乐都还睡了 所以我就打仓了 讨论一下 怎么让你们走上youtube这条路 常乐也是一个youtuber 他有一个影片 你为了追女孩子 所以你才去做youtuber啊 没有我是没有 我是放屁 所以咱 哈哈哈哈 哦哦哦哦 我也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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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他人放屁了 整个民流放点是 超越有毛病 所以找到你真的啊 所以找到你真的啊 哈哈哈哈哈哈 所以borrow of the story 人帅毛病也是会透的 好不好 因为那时跟宝贝一起经营 然后youtube经营了一年 然后我就觉得 是所有的一届平台 所以我就 才有平台 因为我以前小带的演员 就是 我找不到机会 然后 是不是很难的 原来是这样子 谢谢danis客串我第一部影片 然后弄到很多人来看 哦哦 原来danis是恩人 其实danis是恩人 我喜欢弄人家笑 看人家开心我就开心 应该有人会发现 他的那个youtube的description 就是channel description 是you happy i happy you help me i help you you happy i happy you happy i happy 呀 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因为danis做youtube 然后他骚扰我 做youtube就做youtube 哦哦 okok dangling soda为什么做youtube dangling soda dangling soda dangling soda 喂 有味道的好不好 哈哈哈 but man branding不能这样臭的ok 因为我很喜欢做video 我很喜欢 produce自己写的content 带内容带快乐给大家 真的就是这样吧 我12岁的时候 看到了一个 名叫danis灵命的video 哦哦哦哦哦哦哦 然后从那时候开始我就爱上就是拍片啊剪片啊这种东西 那个danis这里一个人赶快了很多个人 对 dangling 我做member了过后不能赚了 过后突然间那个时候冒出一个danis出来 他不嫌弃我的video了过来客串我 给我有这个兴趣继续做下去 里面年龄谁最大谁最小 所以我最老28 27 24 23 23 22 羊宝贝22 23 23 23 22 21 21 尽可是24 我们的朋友16岁很年轻嘛 你们最讨厌别人对你们做什么触碰底线的事 常贺先讲啊 脱我裤子 而且我还要看到脱完裤子之后的 哈哈哈 好整个故事来龙去卖我第一次见到他上车的时候 他在我后面的时候就这样拉下来 结果他没有穿内裤同图在前面 哦 他什么都看不到 因为太小了 哦 我的天啊 没有我看不到因为太小了 下一个 你的底线是什么 被我伤害到宝贝 哦 哦 哦 Pick up light 我的底线就是被他出卖我 没有因为我给女孩子出卖我 哦 宝贝 哦 好奇那些女生是谁哦 我也知道我也知道 就是以前你有参现在 你没有参加那些女生看 哈哈哈 Danny's的底线 抢女朋友 对底线 Danny's的底线 没有啊 抢的抢嘛 抢的抢 有肯定 哦 我先到了 不给动他身上的国旗 他们在我的车跳来跳去 他们没有怎样 他打我的国旗 他就疯了 不能侮辱我的国家 马来西亚 哦 还是不懂我什么底线啊 没有底线 这个风子也是没有底线 我的底线就是 不要抢的抢的 被人家背炮被人欺骗 抢的 抢的这个没有 刚刚才八十八了耶 我的底线是 通通 不要不诚恳的对待我 因为我很笨啊 讲真的 就是我没有办法对人家 用那个对抗 我的底线就是不要弄害我器材 因为器材很灰 我说人性方面的底线呢 就是不要被鬼 又好像出耳房的 就是他这次又不错 那次又不错 那次又不错 我就不会再缠他 没有你的底线是什么 我刚才认真想一团 好像真的没有了 我知道他用的底线是什么 来什么 隐私私 我的私人东西就 我会跟好朋友分享 可是 我希望好朋友跟家人知道 就这样吧 我们就用这个来结束 谁最丑 我们指啊 我的天啊 一 二 三 张正老 我叫你们啊 其实蛮顺眼的 不过当前我中老四票是吗 所以你还是丑 所以没有女朋友很正常 因为颜值不够高 你钱这样多也怕 哈到 好 所以 谢谢你们的评论 这一集就到这里 那些还没有订阅我的 可以按这里订阅我 还没有订阅他们的 也可以去订阅他们的频道哦 谢谢你们 谢谢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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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我真的בט了这个没有人家 这个